台東縣池上鄉代會20號召開臨時會 鄉公所提案義工獎勵自治條例 獲得鄉民代表支持通過 鄉民未來不必經過義工訓練跟篩選 就可以隨時參加公共服務 如果累積服務時數打1000小時 就可獲得榮譽義工證 購買鄉公所相關產品都可享有半價優惠 那拿到這個卡呢 他在池上鄉買東西 買公所的出版品啊 東西或是說活動要付費的 全部半價 那最好的福利就是什麼 我們食尚像納古櫃一個兩萬多塊 半價才剩一萬多塊 而且不限於說一定要自己用 他可以他的家人用 或者說他也可以捐出來 鄉長表示鄉連有一千多位義工 雖然大部分沒有參加過志工教育 但義工們卻都願意主動參加服務工作 提出納古塔搬家當作獎勵 希望實質感謝義工們的付出 那是當然是很好啊 鄉長表示池上鄉已規劃打造花東縱古移居城市 未來也需要大量義工投入公共服務 去年已提供全國最高六萬元的生育補助 今年又祭出半價購買納古塔位的獎勵 從出生到老死完整的福利措施 希望吸引更多人到池上定居 共同打造東部幸福鄉鎮 原始新聞 文章在台東池上采訪報導